有關於這個水電減免的部分 我想這個也是很多的企業朋友 他們一直詢問的 就是說現在水電減免的部分 到底是哪些行業或哪些企業 它可以獲得減免 有沒有要分產業等等一些情況 好 我先跟各位說明 首先第一個就是這個水電的減免 它是沒有分產業類別的 那就是它有兩個級距 那只要營業額減少15%以上 它有一個10%的減免 那如果超過營業額衰退超過50% 會減30%的水費跟電費 這個部分它不分行業類別都可以減免 好 那我從那個方案裡面也知道 因為常常有聽到就是說 這邊有這個背板上有聽到 有一個低壓用戶 高壓用戶 這是什麼東西 好 這樣子好了 我覺得那個低壓用戶 跟高壓用戶 講定義就很專業 講簡單一點 高壓低壓用戶 就是你的用電的電壓沒有達到3300伏特 但這很複雜 怎麼辦 請大家只要拿出你的電費單 你的電費單上就會顯示你是高壓用戶 或者是低壓用戶 那如果是低壓用戶上面還有一個就是它告訴你說 你是表燈用戶是低壓用戶就是 那你如果你的電費單裡面出現高壓這兩個字 不管是高壓或特高壓都是高壓用戶 你只要在電費單上找到有高壓這兩個字 你的你的那個用電種類 然後是高壓 然後是營業用電 它就會進入我們的減免的那個範圍內 好 那我再問 因為這個背板上也有講到說 營業要衰退15 有50% 那這個比較的基準是怎麼計算的 如果說我3月降了15% 但是4月沒有 那個到底要怎麼算 那個狀況是這個樣子 它是用各營業的那個 各月份的營業額來計算的 那簡單來講 你就是109年的每期申報 或是查定前的任一個月 會比之前的下半年平均這些少 這些標準都跟之前講的一樣 它就可以列入 它就會主動給予減免 那如果營業額減少15%以上 它會因為各個月份營業額 如果你減少的比例 它原則上有不同 它會依照折優來做 講簡單一點就是跟某一個月比 只減了15% 但是跟另外一個月比減了50% 它會選擇減比較多的那個方案 那我證明我可不可以直接補充 就是說水電費減免的做法 跟前面那個補助有一個不同 因為補助是政府會支付補助金 但水電費是直接從你要繳的水電費扣 所以它的做法是由水公司跟台電公司 直接跟國税的報税資料來做比對 只要比對出來你的電號跟你的筒編 有看到營業額下降的狀況 它就會直接在你下一期要繳的電費裡面 直接做扣底 就是3月到9月這個範圍內 它會幫你直接做扣底 所以沒有要申請 那你當然台電公司跟水公司 會將你們可以適用的這些企業 它會勾集完以後 它會對外做說明 假設你覺得你自己應該是適用而沒有的話 那可以跟台電公司做詢問 最快最快會在5月份開始做 這個電費扣底的一個相關的工作 所以基本上水電打折這個部分 是不用申請的 但是水電公司它會直接幫你計算 你計算符合資格 它就直接幫你扣掉 它也會對你一些公布 你如果覺得說我應該有摔天那麼多 沒有的話 這時候我也可以提出申請 對 再跟台電 台電有個專線電話1911是可以打的 好 那我要再問就是說 即便就是因為我受到疫情的關係 衝擊也蠻大 即便是減免了 但是我還是要繳一些 水電還是要繳一些 但是的確繳的話有困難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還繳 或是怎麼樣 是不是有這樣的機制 好 水費跟低壓電費 都可以把繳費期限展延到四個月 就是水費跟低壓電費 那高壓電費的做法有一點不一樣 它是讓你的電費 每一期的電費可以分成四期 分成四個月局部繳納 舉個例子來講 你五月的電費 它可以把你除以四 然後在後面的幾個月陸續繳 每個月只要繳四分之一 有這樣子的一個環繳的機制在 好 謝謝 所以這個就是說 除了減免之外 如果說實在是腳還有困難的情況 事實上還可以延 等等一些情況 我想這個要謝謝曾市長